嘉義市無縫北路上 店家把旗幟、氣球拱門 還有花財全都擺到人行道上來 春節快到了 還有賣春聯的業者 就在人行道上擺滿春聯燈籠 甚至垂掛在半空中 行人經過都得蹲低身子 一不小心就會被春聯或燈籠打到 加上馬路邊還有機車停放 有的行人被迫走到馬路上來 險象還生 人行道至愛難行 爸爸只好緊緊牽著女兒的手 冒險走在大馬路上 有一點擋到人行的路嗎 怎麼走 只能弄過去啊 對 有點挺的軸心 其實好像旁邊都是 很多車都是靈體 對啊 我們也有一點點 這部分 我到人行道的這邊的話 馬上當然會影響到 整個行人行走的權力 當然年節 新種年節的氣氛 但是我覺得還是安全的考量 原來百年城隍廟就有在附近 這裡賣花 婚商喜慶 拜拜用品的店家特別多 過年到了花財擺滿整個人行道 都差點堆到紅線上去了 賣拜拜用品的 也應景賣齊了春聯 由於人行道本來就不寬 被應景貨品佔據 行人忍不住抱怨 還有民眾上網PO文怒斥 地上有路障 空中也有路障 市府的道清專案到底怎麼執行的呢 警方強調為了行人的用路安全 會加強取締 把貨品擺到人行道上影響通行 最高可開罰2400元罰金 TVBS新聞紀見亨嘉宜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